证明我是我妈生的 整整增加了一倍 申请的人也更多了 大家好 我是生活在美国加州的麦克 在上一期的视频里 我谈了一下关于哪些人 可以申请杰出人才移民 还有在申请过程中 怎么提高通过率 如果你还没有看这一期内容 可以先回顾一下 今天我要讲的是 杰出人才移民申请的流程 和注意事项 一般申请人需要 两到三个月时间 收集准备相应的材料 如何材料准备完整 移民律师需要一到两桌 完成1B1A移民申请 I140常规处理需要 六个月到一年 上一期我也说了 杰出人才的1B1A类型 可以要求加急审理 加急审理在15天之内 必须给你答复 你就可以知道结果 如果收到补充材料的通知 移民局会给30到90天的时间 来准备补充材料回复书 然后补交材料以后 移民局会在60天内给出裁决 所以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申请人可能在两周内 收到1B1A移民申请批准信 一般情况半年就会有结果 最近美国移民局罕见的发表了一条申请建议 由于本财年可以用于职业移民绿卡的名额特别多 移民局和国务院将通力合作 把这些名额在这个财年内都消耗掉 现在EBA和EB2两个类别 可用于名额比待审理的数量多 所以移民比较建议 目前美国每年的移民限额是67.5万 这其中最大占比是亲属移民 留给职业移民的名额通常只有14万 但就是美国国务院在今年的1月19号公布的 2022年移民配额限制数据显示 本年度的亲属移民配额为22万6千 而职业移民的配额则比正常年份的 基础法案配额整整增加了一倍 达到了28万张 2021财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全球美国领事馆长时间临时关闭 导致整个财年有14万张签证名额 没有用完 这些剩余的名额就顺势转入了 2022财年的职业移民配额当中 加上原来的14万配额 所以最终2022年职业移民配额就增加到了28万张 那这个对于已经准备申请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名额的增加意味着平均到每一个案子的审理时间就会缩短 那么审理的人为了可控因素就会稍微宽松一下 也就意味着通过率会更高 但是同样也要有一个思想准备 就是申请的人也更多了 接下来我结合当初我们在申请EB1移民的工程中的一些经验 谈一谈在整个申请过程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 当然我们的这个案例呢不能代表其他的个案 所以只是参考 第一就是在准备材料的时候 你尽可能多的找到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材料 比如说你如果是个音乐家 不管是弹钢琴啊小提琴啊还是歌唱家 你参加过很多大型的演唱会或者是演出 那么你就找一些知名的演出 比如说春晚大型选秀节目 或者是国际赛事以来的演出 一些地区的或者是小型的商业演出呢 就不需要展示了 因为小型的商业演出在网络上可能也找不到 而且说服你在行业内杰出的分量不足 如果说是网络上可以找到 而且有很高的名气 比如说跟某个大V啊明星同台 或者是评委很有名 或者是演出的地点很有名 比如说你在悉尼歌剧院演出 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 你如果拿出来一堆在当地的学校晚会演出呢 肯定是拉低你的分数的材料 当然了你如果在大学里教学 或者你教的学生拿到了一个国际大赛的奖项 你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材料 第二个就是在准备材料的环节 媒体报道的影响力 媒体报道是证据材料一部分 这部分材料你尽可能是国际知名的媒体 行业期刊啊 国家大型的社交媒体啊 报刊杂志 网络媒体 这些报道 电视专访 新闻访谈 都可以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材料提交 第三个就是论文 很多行业接触人才都是会发表论文的 在评之称 教授 副教授 科研评审等方面呢 都要求有论文 那这个论文发表的渠道 也需要下功夫去准备 在行业知名的期刊 或者是被国际行业期刊转载 这个都是能够证明 一笔其他人杰出的证据 我就遇到过一个科学家 研究的论文 被国际期刊引用转载500多次 这个是可以找到出处和来源的 那么仅凭这一项呢 就可以作为主要的申请材料去提交 第四个就是公正环节 这个环节 我的经验呢 一定要提前准备 因为在中国境内 很多事情的手续是非常繁琐的 在这个过程 你可能会遇到非常奇葩的事情 比如说我就遇到过一个 我需要证明 我是我妈生的 就这么一个材料 听起来很可笑是吧 这个材料其实就是公正书 需要公正我的户口本上的母子关系 你说你拿户口本去公正书公正 户口本上写的就是母子关系 这个不行 中国的公正书呢 是不认可这个说法的 你要拿出来派出所开的证明 然后和户口本一起 公正书才能给你开这个公正书 我当时以为 我拿着户口本 派出所就会给我开这个母子关系证明 那么你错了 户口本上写着是母子关系 派出所也不可能给你开这个母子关系证明 需要什么呢 需要你原始户口所在地 就是我出生的时候的 这个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 来开这个东西 那么你说我出生时候的派出所 经过这么多年 几十年的形成虚化的变更 那是早又没有了 怎么办呢 需要找父母单位开举这个证明 证明我是我妈生的 还得需要单位人事处的共章和领导签字 然后派出所才给你开这个母子关系证明 那么我当时为了这个 我是我妈生的这个证明呢 真的是大费周折 幸好我妈的这个退休单位 你当时住的城市呢 开车也就一个多小时 开车过去找人事处 或有企业的这种机构设置又非常的复杂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呢 又出了差错 具体过程我就不讲了 反正就是退休人员的所有事务呢 归退休办处理 退休办呢 又没有现在的人事处的章 退休办没有权利盖人事处的章 人事处呢 又说没有权利管退休人员的事情 那退休人员的事务呢 归退休办管 总之是各种扯皮 各种推诿 不过最后我把这个事给办了 具体经过我就不谈了 说多了会被骂 第五呢 就是广州使馆面谈这个环节 因为在面谈之前 你需要做体检 体检这个过程 中国只有四个城市可以做 广州 福州 北京和上海 任何一个城市 指定的体检中心都可以 我们当时就是在北京做体检 然后按照预约的时间呢 去广州大使馆面谈 不是说你必须去广州体检 作为对大家 给我做这个节目的关注支持 表示感谢 我这里呢 可以免费给大家提供 最新的广州大使馆面谈 携带的材料清单和说明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可以在点赞关注 转发以后呢 给我留下邮箱地址 我会安排把材料 发给你的邮箱 另外如果你在申请 结束人才移民的时候 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给我留言 或者单独跟我联系 我会抽时间解答 好了 感谢大家的关注 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呢 感谢观看